人的角斗加入了剧情故事 既有受欢迎的英雄人物 也有反面角色 剧情是制作单位特意安排的 打斗过程需要选手按照剧本的大体方向进行 在细节上赋予自己的银场发挥 是以娱乐为主 竞技为辅 因此呢 摔角的打斗其实是真假参谈的 很多动作需要双方的配合 最终是以娱乐的大众为目的的 在接连两次击败自拍王红湾后 Dixam将在3月17号的哈尔滨 再次面对一名限制MKW 美国职业摔角职业冠军头衔的对手 在上一战深圳的表演赛上 他并没有露面 因为呢 他计划要在他所挚爱的城市哈尔滨 获得荣耀 下面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美国职业摔角的古特魅力 通过刚才圆圆的介绍呢 想必大家已经对美式摔角 有了一小部分的了解了吧 那么就在前不久呢 这项还未广泛普及的小众运动 就和冰城的摔迷们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 在哈尔滨举办的一场MKW 哈尔滨战的表演赛吸引了不少观众 职业摔角呢 它是 所谓中和格尔UFCA那样的 跟中和格尔不一样 它不是一种竞技竞技的比赛 每一场摔角比赛都会有剧情 所以两个人需要输什么招 输到最后谁输谁赢 都是有剧情的 它平常是一场舞台剧 不是一场竞技的比赛 MKW哈尔滨战的表演赛 是美国职业摔角去年 在中国举办的第二战赛事 蔚来还计划在中国其他城市 举办更多的赛事 那么看完了本期节目 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对摔角这项运动 有了全新的认识呢